好 我们继续来看 那么未换礼 这其实 这么长的一段文其实都是在讲 色受想形式 那么 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处法产生的 眼触所生受眼触所生想 那么 眼触所生失 然后耳触所生 鼻触所生都是这样 就是一个一个讲 一个一个讲 所以才会这么长 那实际上 我们把它浓缩起来 其实就是 我们的心 面对境界 产生烦恼 那么我们要去思维 这个烦恼的出处 那么是从哪里产生的 为什么 那么开始思维 我有这个烦恼 对我的身心当下的影响是什么 未来的影响是什么 那么知道了之后 你会发现到一个事实 它会对我产生伤害 烦恼当下 我就有心马上受到烦恼的伤害 有当下立即的伤害 还有未来的后遗症 后续的伤害 如果你持续起烦恼 它就持续伤害 那么你了解到这个就叫做什么 就叫做过患 未患灵 我的烦恼 产生了 未 未主 我在这个地方起烦恼 叫做未 未主 一般这个从贪爱说 我的 我的心 在这个地方 起烦恼 我在意这个人 在意这件事 在意这个东西 在这个人事物上 因为眼耳鼻舌身 对色身相会触发 那么在这个地方 卡住了 在这个地方 心停留在这个境界上 在这种现象上 那么我要思考我的心 现在是 未主的状态 就是 贪爱的状态 这种贪爱 对我的现在 产生什么样 立即的影响 对我的未来 又会产生 怎么样 后续的影响 那么 对我身 整体的生命 又产生什么 不利的影响 你把它想清楚啦 他就叫做换 换 思维他的过换 那既然有不好的影响 那要怎么办 想办法解决 脱离他的影响 你吃东西也一样啊 吃一吃 觉得 这个 常常吃这个东西 对我身体不好 你的知识常常这样 对身体不好 你马上要做调整 那么一开始不容易 一开始当然 因为跟你的习惯作战 以前的祖师大德讲 修行就好像一个人 以百万人战 一人以百人战 因为很多烦恼 那你开始都是屡战屡败 要对自烦恼 要对自烦恼 开始热冲冲 我要修行 我会对自烦恼 三天 算了 我就是这样了 没办法啦 我的障碟 我的障碍重 我的智慧浅 我的根基差 那开始会这样 我退下来 不行 屡战屡败 要屡败屡战 就是 所以我们刚才讲 你要没有境界的时候 你不能等有境界的时候 修行 那个就修不了行 因为你就是发现到 你在境界里面 那么你一直起烦恼 那我们当场就会这样 比如说这个人跟你吵架 你很生气 可是这个时候 因为你有训练 你有学习过佛法 你有如理思维 你知道这个时候 要控制自己 不起认真心 可是哪里 我控制我自己 不起认真心 但是 你却因为 我不跟你计较 你却越骂越厉害 以为我怕你 他骂得越厉害 结果你就 控制到一个程度 控制不了就生气了 老虎不发威 你当我病猫 你动作我手机做的 就变成这样 所以就怎么样 开始 那个爆发起来的力量更大 但你不能在 你不能在境界的时候 要训练 不行 你就训练不来 你必须在没有境界的时候 训练 那么久而久之 你就会有力量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有一个 错误的习惯 境界过去就算了 不再想它了 我告诉你 你不再想它 它埋藏在内心里面 等待下一次境界的爆发 所以当境界退去的时候 你静下心来的时候 没有境界的时候 没有刺激的时候 你要好好想这一件事 但是我们的习惯就是 骂完了 好 不理它了 不想它了 过去就算了 你以为过去就算了 我告诉你 再来的时候 过去没有算 你开始从头算 你之前怎么样 你怎么样怎么样 是不是 你有算了吗 没有算了 算得更清楚啊 是不是这样 是啊 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能说 过去就算了 过去不会算 我告诉你 都记在心里面 所以你必须静下心来 这个时候没有境界的刺激 你静下心来的时候 好好想 刚才是怎么一回事 我为什么会这样 我现在到底要怎么样 这个时候因为没有境界的刺激 你的心 你的心相对的稳定 那如果越想越生气的时候 那要停止 暂时不要想哦 要暂时 但是再怎么生气 因为没有境界嘛 所以它不会让你跟它造业 对怎么样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越想越生气 要抓狂的时候 要停止下来 先不要想 先不要想 然后再过一阵子 再冷静下来 再想 几次以后 你怎么想都不会激动 真的 这个也是我的经验 你必得要这样做 因为我们都会遇到境界很强烈的时候 我们都说算了 这一次就算了 你不要再想了 也不要再讲了 是没有错 但是你要知道 你的心 人的心是记忆性的 你不处理它 你不处理它 它只是被掩藏起来 等待下一次的机会而已 那么几次以后 它会累计 一加一不是等于二 一次两次三次 一次假设是一分 两次会变五分 三次会变五十分 你那个力量会累积 那么到最后 你会从头算到尾 算到非常细 这个时候 你完全没办法控制自己 可是如果你每一次之后 你都把它看清楚 算清楚 已经算干净了 下次再来 就算有过去的阴影不大 有过去的残余不强 它影响不了你那么多 真的 所以你必得要每一次 起烦恼之后 起烦恼的当下 一开始很难 如果你可以觉察 你就不起烦恼了 或是你起了烦恼 当下就可以制止它 那你不行的话 就表示说 你的烦恼的力是蛮强的 你心里面 你心里面 如理思维这一块比较弱 如实之这一块比较弱 所以你必得在没有境界的时候 你要做训练 要把这一些事想清楚 那么很冷静的看待这一些事 那么思维这个事 想之后你会发现到 这一切 它的过犯在哪里 它实在不值得 我这样用生命 用生命来跟它交换 你看你每一次耗贿的心力体力 最多的都是在烦恼的思维上 特别如果是身体的劳累 睡觉就好 如果是心烦恼的劳累 我告诉你 你不但睡不好 还没有办法消除 它24小时在运作 那么就算它外表没运作 它内在也在运作 隐隐作痛 那么它就会怎么样 成为潜在的祸害 所以不管你最讨厌的 最执着的 最放不下的 你如果 如果你的心训练到一个前度 你都把它拿来想 想清楚 你最担心的 你最担心的是 你也把它拿来想 因为它都是你内在隐藏的祸患 你一直害怕它发生的 或是你一直担心它不会消失的 如果你有这种状态 那么你就受它的控制 所以你把它想清楚 会发现 你后来会发现 其实 其实这些事情 都没有那么重要 都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因为你赋予它力量 你夸大渲染影响它 让它变得很严重 然后华言经讲什么 你自己很会画画 画出了一个鬼 被你自己画的鬼吓到 真的是这样 你仔细想 真的是这样 那么我们 我们心平常一支笔 都是拿来 画什么 画鬼的 我们很少画佛 偶尔画佛 画不完整 画了几笔还没画完 又不画 又回头来画鬼 都是这样 所以你必得要训练 必得要训练 而且每一次 每一次的烦恼 都让你印象深刻 如果你对烦恼的 对佛法的印象深刻 超越烦恼 你很快 很快就可以控制烦恼 如果你想烦恼的时间 低于想佛法的时间 那么烦恼就不能违换 真的 那这个是 现在是告诉你 那其实他想的很多 但其实就是 色身相畏触法 那么我们的眼耳鼻舌神医 对色身相畏触法 心怎么样起作用 怎么样起烦恼 那起烦恼就是畏 那你一定要思维 好好想 好好想 把它想清楚 想明白 而且要正确 你越想越烦恼 那就不正确 想清楚 想明白 但是因为我们从佛法 佛法得来的就是 两个特性 一个叫做冷静 一个叫做理性 冷静 理性的 看待一切现象 不管跟我有关 跟我无关 跟我无关 我们比较好想 比较不会有情绪激动 跟我们有关 我们容易受影响 所以有时候 要从别人的境界里面 好好思维 然后从自己的境界里面 好好思维 那么最后 你不管跟你有关 跟你无关 你都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 来看待这件事情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有那一种 冷静 理性 的那一种特质 那么这个时候 烦恼来了 对你不构成危害 不会造成伤害 虽然有 虽然有 那么它不会有很大的伤害 所以正出国的人 为什么 它不会多恶道 它再怎么烦恼 也就是人天人天的烦恼而已 它没有善恶道的烦恼 它再怎么起烦恼 不会很长 程度不会很重 时间不会很长 次数不会很多 几次 它的觉察能力很强 它的行动能力很强 它的心有力量 它马上就把它控制了 它不可能让它一次两次三次 都在危害自己 它不会 它不会 所以它才有可能不剁三恼道 它也没有 那么正出国的人 还有贪嗔痴 正出国的人 还有贪嗔痴 那么没有正出国 那么正见真上的人 也可以不剁三恼道 为什么 因为它的心如十字 还没有确底的如十字 但是它已经 这一套方法 这一套 这一套法 它已经入心了 它已经入心了 所以它随时在境界来的时候 它都会产生作用 它会产生作用 那这个 我们又必须让这个佛法可以入心 让佛法入心 第一个就是要常常听 第二个要常常想 第三个想要想清楚 想深入 深入的想 正确的想 反复的想 所以思维很重要 三种思维 如理思维 专精思维 塑塑思维 如理就是要先正确 正确 那心有力量 专精 有力量 正确的思维 如果你思维的不正确 力量起来 更糟糕 背道而耻 称心起来 更大 因为一样有力量 一样有力量 所以那个有得神通的 生气起来 后果更严重 报复更厉害 甚至可以杀掉整层的人 那么所以 你要先保证 先让你的心 做如理思维 正确的 如理思维 然后让你的心 有力量 然后不断不断 反复的训练 塑塑 一次又一次 若一日 到若七日 若一年到若七年 就这样 反复的操作 几次之后 没有 你会发现到 我的心 越来越有力量 我面对烦恼 越来越可以控制得住 我很少有无知的时候 也很少有无力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你自己会发现到 真的 那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 我们学习佛法 天文佛法 绝对 不是说 我们要得到 很高深的知识 真正的高深 生在我们的心 可以对峙烦恼 这个是最深的道理 最深奥的不过就是 我们的心 你清楚明白 你自己的心 心为什么而动 那是往好的 往不好的去动 就是它到底都在 怎么运作 你知道了 那么你就会让它往好的地方 循环 那越来越有力量 越来越有力量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那么我们还是照着经文 一个一个讲 其实它整篇都是一样的 后面其实都是一样的 好我们往底下看 那么如是受患 受未如时之 云和受患 就是它的过患 那么因为这个感受 它讲到过患都是 你现在所执走的东西 它是会变化的 它不是一直是这样的 它是因缘和合而有的 所以 它什么时候要变 不知道 但是因缘成熟 它就肯定会变 它一定会 世间的东西 因缘有为法 因缘所成的有为法 没有不会变化的 一定会变化 那么它现在 它现在 如果你贪爱 它是从贪爱的角度说 如果你贪爱 那么你最希望的 就是它不要变 不管是人 不管是事 不管是物 它一直保持在 你最喜欢的样式 最喜欢的形象 可是没有办法 即使你自己 你也没有办法 自己保持在 自己最满意的那个时候 除非你对于 你的每一个都满意 你不再执着 你不再执着的时候 你对于你每一个阶段 你都满意 那你执着的时候 你就会嫌这个嫌那个 你自己都嫌 当然你也会嫌弃别人 那么这样就不断产生过患 不断产生过患 所以你知道它是什么 无常苦变异法 第一个它会变化的 你所贪爱的现象 眼耳鼻子生力 所对的色身相畏处法 乃至于 由眼耳鼻子生力 对色身相畏处法 所产生的受想型 它都不断在变化 这些变化会让你产生痛苦 最终会导致你痛苦 因为你不希望它变 但是它不可能不变 那所以 所以你了解了这个 你思维它的过患 那我不想它变 可是它不能 它一定会变 那怎么办 只有不执着 你才不会因为 它有变不变 那么受苦 只要执着 那么你就很担心它变 那么这个是一个 你仔细想就可以明白的道理 当你不再在意 这种现象的时候 你知道这种现象 但是你不在意它的时候 它怎么变 不会影响你 但是你非常在意的时候 它怎么变 它就会影响你 佛陀不是举一个例子吗 奇远近色的树叶掉下来 为什么你不伤心 为什么你不伤心 跟我又没关系 又不是我的 那个又没什么价值 如果那个是一个摇钱树 一张一张掉下来 你赶快上课的时候 就在想等一下要出去捡 飞走了 心里面就跟着飞走了 我告诉你 怎么不赶快下课 要飞走了 别人在捡 对不对 就会有这种 为什么 执着的问题 当你不执着 一切境界的变化 任它变化 随它变化 那么它不管怎么变 我的心 如如不动 清澈 那么 智慧 不动 就是 我不会随着它动 那么你 当然我们一开始 没有办法这样 但是至少没有动得那么厉害 没有动得那么 就是 那么不好 那么你先训练这个 最初就要训练 看到自己的心在动 执着什么 那么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好 所以 它现在是六受生 六想生 六失生 就这样受过来 受 想 行 失生 那么 若受 无常苦 变异法 四名受患 都一样 后面都一样 如是受患 如实之 就是明了 明了 自己因为眼触所生受 那么耳触所生受 那么六受 产生的 这个苦 这个受 你知道 如实之 所有的后面都有 如实之 云和受 理如实之 好 那么我有烦恼了 接下来就是 思维 他的过患 那么思维 完过患 就是怎么样 要用方法 让他什么 远离 那么 如果你知道执着 我这个 是因为我执着 是因为我贪爱 是因为我称恨 是因为我嫉妒 种种的烦恼 不管 你了解到了 你就去对治他 你就是对治他 你这个病 是什么引起的 你也要去对治他 你缺少维他命C 你就补维他命C 你缺少钙 你就多喝牛奶 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我们是习惯说 就补充钙 那你缺少什么 你就去补什么 一样 那么你的心在哪里 有缺陷 你就从哪里去补足 哪里去防范 那么一样 所以你看 你的房子里面 进蛇了 那你就在想 你会查 如果有一天 你的房子 跑进一条蛇 像之前 我住在国外 那个马来西亚那边 也是房间里面 跑出一条蛇 门川都关着的 为什么他会跑进来 你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因为今天有这条蛇 那下次蛇 会从那个地方跑进来 这老鼠也是一样 老鼠洞到底在哪里 你会找出来 把他堵住 后来才发现 那个蛇是 从哪里跑上来 你知道吗 从那个 房子旁边 不是都有那个水管吗 从那里 这样绕绕绕上来 那他旁边 刚好那个窗户 他外面有一个晒衣服的 他从那边钻进来 所以你就知道 那个地方要关起来 一样嘛 烦恼到底是从哪一个空隙钻进来的 一样啊 你用这个心 你用对峙毒舌的心 去对峙你的烦恼 肯定会成功 那么所以 这里讲 那么 云而兽里如时之 为与兽 眼处所生兽 这个兽后面就是 这个兽怎么来的 就是眼处 耳处所生的 就六 六处所生的 六处生所生的 所以后面是一样的 调伏 开始要进行调伏 调伏要有方法 调伏要有方法 不同的烦恼 有不同的调伏 烦恼 所以五庭新官 他基本上就是 对于不同的烦恼 进行不同的调伏 其实是这样 所以调伏 遇滩 调伏 就是调伏 调伏之后 进一步 彻底调伏 调伏 要调伏 最终要调伏 那烦恼有很多 你断除了这个烦恼 还有那个烦恼 所以把所有的烦恼都断除 叫做超越 超越浴滩 越浴滩 你不再受烦恼的束缚了 真正束缚我们的是 业跟烦恼 那么你看看 你一起烦恼 那么你就随着烦恼而运作 所以要控制一个人 很简单 就知道他喜欢什么 他讨厌什么 要不是用威胁 威胁就是 他最担心的 他最害怕的 要不是就是用利用 他最贪爱的 他最喜欢吃鱼 送他鱼 他最喜欢钱 送他钱 他最喜欢美色 送他美色 那他最讨厌什么 那么我就 我就用这个去鸡他 你看 我们都是别人的傀儡 别人一只手 就把你这个布袋 布袋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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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袋的这个 布袋的这个 这个 这个 人要人去 人要人去 把人一只手 就把你人家 要死了 不怕死 你看我们是不是都是这样 然后他要让你生气 他在加重刺激 你就跳 爆跳如雷 然后他很高兴 那你很生气 你看 那控制一个人很简单 那我们要学习 不是世间人的傀儡 我们要先为控制自己 那这个很重要 那你会看到多数人都是这样 多数人都是这样 那么所以 佛陀成佛之前 一定有所谓的 降魔 所谓的魔是什么 魔 魔就是烦恼而已 就是你的烦恼魔而已 一切都从你的烦恼魔而来 因为烦恼有生死 所谓有生死魔 因为烦恼 所以有这个五蕴生 所以有五蕴魔 因为内在的烦恼 感应外在的天子魔 所有的魔 都从烦恼魔而有 你好好想 就是这样而已 那么五蕴二世是果报 五蕴二世都是由建卓 观念的错误 无名而有 因为建卓 有杰卓 烦恼 众生卓 命卓 你想想 其实不过就是这样 所以 真正的净土 是由敬业所成 敬业才能成净土 它是敬业所有一业而有的果报 敬业是从哪里来 从敬心所致 没有敬心哪有敬业 那心 敬心从哪里来 从如实之而来 如理思维而来 那你如果 就算你要念佛 往生净土 你不懂得道理 你都没有敬业 都没有尽心 怎么可能会有净土 你还好想这个道理啊 所以我们不了解道理 很可怜啊 用比别人多的时间 用比别人多的体力 去做一些 比别人得到还少的 这样的努力 照理讲 你付出的越多 得到的应该越多 但是 你看很多修行都是这样 不懂道理 付出的越多 不代表你得到的越多 有啦 得到的烦恼越多 得到的苦越多 那你好好想 假设 比如说 我们有些 学佛不到几年 出家不到几年 不管 你好好想 我从我开始 学佛到现在 我从我出家到现在 我的心 做了什么改变 你好好想这个问题 如果有 那恭喜你 那恭喜你 你向上 向上 向解脱 如果没有 那么你天天坚持在做的 到底是 为什么 你天天所谓的做功课 天天所谓的用功 天天所谓的修行 功是用到哪里去 行是修到哪里去 佛又学到哪里去 你好好问自己 多不用问别人 你问自己就好 有用 没有用 就看 你的心 经常处在什么状态 这是很简单 再明了不过的 就好像 你天天吃有机的 食物强调营养 热量脂肪分配的刚刚好 那么吃了最健康 吃了几十年 自己 病奄奄 那你吃这些健康食品 到底是怎么样获得健康的 你这么细心研究 对于食物这么讲究 到底 那么多年 你还这么不健康 你有没有考虑一下 你是不是哪个环节出错 那么你修行修这么久 用功 用这么久 心 心还一起常常起烦恼 起了烦恼控制不住 调伏不了 你有没有考虑考虑 换一个方法看看 是不是要调整一下 是不是 很多人不知道调整 我告诉你 一辈子这样用功 这个功不知道用到哪里去 因为我们要来修行学佛 老实讲 要来做人学佛修行 老实讲也不容易 你多生累积累积起来的 那么不容易得到的 这一生 就好像你赚了很多钱 你都把它拿去抛大海 你不但用不到 你后面还要跟着苦 你以为你 你丢了五百万给海龙王 海龙王会送五千万给你 你在那边等 空等 空想 这个你必须要知道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问自己 你 我相信大家都会用功 我相信 用功的程度不一样而已 真的 但是 用功之后要有作用 作用就是功德 有没有作用 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 吃了药有没有效 难道你不会稍微知道吗 那个 有没有效 就看烦恼有没有减少 就知道了 遇到境界会不会有激烈反应 每一个人不一样 每一个人不一样 但是你总是会发现到 你在向上向上向解脱 你自己会知道 那么这个是你一定要 没有办法欺骗别人 你一定要好好地观察自己的 好 我们这样底下看 那么跌下来 所以后面都是什么 调腐欲滩 断欲滩 月欲滩 这个叫做离 离就是离烦恼 离烦恼 那离烦恼有几个层次 我们说过 一开始就是觉察 然后控制 然后就是什么 调腐 断除 最后断除所有的烦恼 超越 超越 那么 云和想 受之后就是什么 想 那么受有未患离 想也一样 后面都一样 因为想如实之 为六想生 想有种种想 想有种种想 那么 眼处所生想 耳处所生想 乃至于意处所生想 那么你为什么会有这一种印象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有种种想 好的不好的 那么你不断地心在运作 想是心所之一 受也是感受 受受想 行 都是 那么云和 那为什么 你怎么想 你在想什么 那么你过去的印象 现在的印象 因为我们眼睛看到 耳朵听到 马上会在我们的心 就是脑海里面 形成一种印象 那么这种印象 如果深刻的话 会一直影响我们 会一直影响我们 那么你 那么由这个影响 我们会生起很多烦恼 所以 如是想 如实之 一样 其实不管 色受想 都是告诉你 烦恼要如实之 心怎么运作 如实之 那么一般的说法就是 有贪之有贪 无贪之无贪 有称之有称 无称之无称 就是这样而已 那你要限制到 有贪 之有贪 如实之 那么你才能够思维 他的过患 而能远离 无贪之无贪 那远离 要控制 调伏 断除 超越 才能够真正远离 其实就是这个过程 好 所以 想是怎么来的 想是怎么生起的 急就生起 现前 他是怎么来的 处急 一样 所谓的处 处 言而彼此的生意 色身相会处法的处 也是处 不过这里的处 是跟尘世 合合生处的处 他也是新手之一 处受想吃 那么 布派 又把它多加一个 叫做作意 处作意受想吃 把它叫做五片形 就是 你在起所有的心的时候 这五个都是同时出现的 那安安静里面 主要是 主要是处受想吃 那布派里面 又多了一个作意 处作意受想吃 就是 随时都存在 面对境界 这五个新手随时会存在 那这里只讲四个 处受想吃 好 那么处生起 这个新手生起 这个处跟成事何而生处 就有这个想 有这个想 如是想即 如是之 那你这样的印象 好的印象 不好的印象 像 像 你看到蛇 你就会害怕 因为蛇给你的印象 就是不好的 会咬人的 有毒的 你看到鬼 你会害怕 为什么 因为鬼给你的印象 是不好的 那么 所以 他本身 过去的印象 累积起来 就会影响我们新的运作 那你听别人讲 这个人非常非常不好 所以你遇到这个人 虽然你不知道 他真的好不好 但是因为听别人想 你在遇见这个人的时候 你就起种种想 听说这个人不好 我要小心他一下 开始就有了 那种想 那么你在面对这个人的时候 就开始 就开始 烦泛他 然后 就认为 他如果对你好 你就认为 这个人一定有企图 那就会产生 种种种种的烦恼了 因为你的心不一样 接下来 就会影响你的行为不一样 那么 就可能会有冲突 就会这样 那你要想 那个想从哪里 我们现在这个想 就是受想失 烦恼受 烦恼想 烦恼失 那因为他是贪爱 为 好 所以 他跟你讲 那么 所谓六想生 一样 眼触生 想 耳鼻子 而生一处 生想 那么想怎么生起来呢 处 跟成事合而生 生处 处 因为处 跟成事合而 而有 而有 这个想 如是想及 如是之 好 那这个想 让你 你这样想是烦恼想 那么你要知道 这个烦恼 你因为 你因为 你因为这种想而起烦恼 你风吹来 扣扣扣扣扣 你开始想 是不是有鬼 开始害怕 那这个就是一种想 那么 开始害怕 开始紧张 躲在棉被里面 那么 这样的 你要 你这个恐怖想 到底从哪里 恐怖想 到底从哪里 那你好好去想 你要如是之 我现在起恐怖了 我为什么要恐怖 是因为 我认为有鬼 那 第一个 有没有鬼是一回事 第二个鬼 鬼就会伤害我 鬼会不会伤害你 又是一回事 他不就是会伤害你啊 第一个 他不是就有鬼 你听到这个声音 或看到那个影像 不就有鬼 不是就有鬼 好 就算有鬼 他也不一定会伤害你 是不是 那么就算他想伤害你 他也不一定伤害得了你 是不是 那么 所以 但是你就把它想 当然是这样的 那一连串起来 你就起恐怖想 其实这个就是烦恼啊 就是你没有节制的 没有控制的 让烦恼一直延伸 让烦恼一直旋转 让烦恼一直扩大 不过就是这样吗 所以你才在烦恼里面不得脱身 自己陷在自己所形成的烦恼漩涡里面 你想想都是这样哦 那如果你会这样想 那个就是如理思维了哦 那就不会烦恼了啊 所以你把它想回来 你把它想回来 所以无明远行行远事 这个是生死流转 无明灭则心灭 行灭则事灭 来自生老病死 又被苦恼灭 转回来 心这样想起烦恼 反过来想不起烦恼 它就是一种训练嘛 但是你要知道怎么训练 清清楚楚 知道怎么训练自己的心 好 所以你看 这个 如远而想未如实之 一样 跟前面人都一样 想云远生喜乐 越想越高兴 越想越高兴 像那个卖牛奶的女孩 想想把牛奶卖了 可以买一只鸡 鸡生很多蛋 蛋生就很多鸡 那这些去卖盖房子 想到很高兴 高兴起来把牛奶打翻了 什么都没有了 房子没有了 倒了 是不是我们也这样 我们有时候自己坐在那边想 想到好高兴 自己在那边想 想到好悲哀 你看是不是这样 这些都怎么来的 妄想来的 为嘛 就陷在那个 那个烦恼里面 好 那么所以你看 那么这里讲 那么 如是想因缘生喜乐 世民想味 如是想味如实之 云而想患 好那你要知道 那么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怎么对峙他 要思维他的过患 我不应该这样想 我不应该这样想 那么 为想无常苦变欲法 世民想患 如是想患如实之 这种过患 一样 那么云和想离如实之 也一样 那么你既然因为这个想 而起烦恼 你就要对付 你就要控制 控制 调伏 断除 这样的想 那么把所有 把所有 不如理的想法 不对的想法 不正确的想法 的印象 都怎么样 去除 断除 超越 你这所有的想法 都是如理思维的 都是好的 你想的都是 佛 法 生 那么你隐身的 你拥有的 都是戒定 会 那么这样 你就能够 调伏 这个 因为想 而有的烦恼 所以他说 于想 因为想 而起 欲滩 所以 你就于想 调伏 欲滩 断欲滩 欲滩是 烦恼的代名词 那么超越 这个欲滩 这个叫做想离 就离开 离 远离 戳离 出离 这个 这个 烦恼想 那么你 这个整个过程 你都如实之 你知道你在控制烦恼 你知道觉察烦恼 你知道你在控制烦恼 控制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你在调伏烦恼 那调伏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你已经出离烦恼 不再受烦恼影响 这整个过程 清晰明确 清楚明白 每天都要自己了解这种东西 有时候当然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处在正念正知的状态 有时候没办法 如果可以只有佛 那阿罗汉也可以 但是我们还没有 但是我们要让我们多数 多数 比如说很简单 无常想 那么你会发现到世间 它整个变化 它不断在变化 在你自己本身的变化 身心的变化 你周围人事的变化 人事物的变化 整个社会氛围的变化 不断在变化 那么有些人会因为这种变化起恐怖 或起贪爱 不是 你发现到 我因为身心的变化 因为周围人事物的变化 因为社会氛围的变化 因为国家或是整个世界的变化 产生害怕 像现在不是有很多预言吗 预言会有什么 会有什么 不管 那么你如果听了这个预言 你害怕了 那我怎么办 那我要怎么办 我是不是要建个防空洞 我是不是找个 找个什么样躲起来 你不用害怕这种东西 这个你就会 你从这个地方起烦恼 你害怕它变化 或是害怕它 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变化 那这个就是不如理 你现在唯一要看到的就是 你身心的变化 烦恼的变化 你这个是你当务之急 其他的不是你可以决定的 它要怎么变化 那不是你决定 可是你要怎么变化 你可以决定 我们要决定 我们可以决定的事 不要去决定 我们决定不了的事 你想决定 你决定不了的事 只有一个后果 叫做痛苦 只有一个后果 叫做痛苦 那么就算暂时为你所决定 它最终 也会让你不能做决定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 这个就是什么 无常苦 变异法 这个是过患 那么所以如是想患如时之 那么想离也是一样 调腐欲滩 那么行 说到这个行 那么行基本上就是施 一般叫做六施生 你看行 行为什么不叫六施生 为什么要叫六施生 它受叫做六寿生 想叫做六想生 行为什么叫六施生 五蕴 不是行 施而后行 那个行是行为的行 当然也有 施而后行也没有错 但是就是行是一种新手 行是一种行为 它已经是一种业 身行 口行 意行 受想失 那么一开始是这样 受想行事 受想行 那么行里面 这个是新手 新手里面 除了受跟想 其他所有的新手 都归到行新手里面 新手就是新的反应 新的忌妒 怨恨 种种种种 好的不好的 都在行新手里面 那行新手的主体 行新手的主体是什么 私心手 行新手里面 就是除了受跟想这两种新手 其他所有的心理反应 其他所有的新手 都全部归在行新手里面 那行新手的主体是私心手 那么私心手 私心手 行 行新手后面当然就有所谓的行为 身行 口行 意行 就造业了 所以叫做故私 私以业 私业 私以业 就是行新手 私心手之后 它会形成发动身口 会造业 所以叫做私业 私以业 那么通过私而造成的业 就比较具决定性 所以叫做故作业 就是私跟私以 私以业 我们叫做私以业 行为 它就形成一种业力 那么透过私而有的 叫做私以业 已经透过私伪的 产生的行为 它就叫做故作业 它比较有力量 故就是故意的 心 心明白理解的 经过 经过这个私律的 故意的 故意造作的业 那么它就比较有力量 故作业必受报 那么私心手 依这个 依这个布判 或为事来讲 私心手有三种 可以分准三种 审立 决定 动发 就是发动 审立 他透过 他透过思维 审立 想一想 我要不要骂这个人 或是怎么样 想 那么审立完了之后 审立多久不一定 像我们说 处心积虑 一直在想 他要怎么做 像以前 以前 小时候 那么我们受到别人的欺负 就想 你等我长大 你就知道 就是处心积虑 你已经想好要报复的方法了 就想我要怎么样 你要报复他 那么 这个就是 那一般说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那就是审立 不断的审立 那决定 在适当的时候要报仇 如果从奴家的角度看 君子 不会报仇 那么 审立 决定 然后动发 审立 是决定 是动发 动发就是动发生口 动发生口就产生行为 就产生行为 所以变成生口意 照做贪嗔痴 就变成失业 失业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 他说六寿生 六想生 跟六师生 因为师是主体 所以 佛法有一个很重要的 关键 就叫做 如理思维 那你怎么如理思维 要多文熏习 你怎么样多文熏习 要清净善事 那么 所以这个就形成四一流之 修行的四个步骤 清净善事 天文正法 如理思维 如理思维之后怎么样 发动生口 去做 法 随法行 依着法修行 依着法修行 而不是依着烦恼 照做恶悦 不是依烦恼而行 是依法而行 依正法而行 其实是这样 那你知道了 所以我们说 关键就在于 如理思维 专心思维 硕硕思维 那么思维之后 思维之后 它就会产生力量 让推动 推动 让你往前的力量 让你向上 向上 向解脱的力量 如果你想错了 决定错了 那个想是印象 这个想是思维 它有决定性的力量 好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意志 它产生了 它要这么做 它决定要这么做 就好像你们决定要学佛 决定要修行一样 这个也是透过思维来的 好 所以它这里叫做什么 六思生 生是聚集 生是聚集的意思 好 眼处生 一般叫做 眼处所生思 耳处所生思 鼻处所生思 蛇处所生思 身处所生思 意处所生思 就六思生 好 如实行 如实之 这个行新手里面 主要是新手 所以你这个新手 你如实之 好 那么行 即 它生起 一样 那么处 跟尘是合而生处 所以有这个行新手 就是有这个思新手 那么你这样想 想错了 这样思维 这样的决定 决定错了 审例决定动发 那么 这个你知道 你现在贪爱的思维里面 那么你在贪行 称行 吃行里面 那么你知道 你因为这样的新手 你起这样的心理反应 行其实就是心理反应 除了受想之外的 所有心理反应 嫉妒 称恨 所有的这些新手 那么都是行新手 那么你了解 你现在起这个烦恼心手 你现在里面 叫做行为 那么你有这个烦恼 你知道 所以你要去思维 它的过患 那么知道 一切都是无常的 一切都是苦的 便宜的 那么这样 你了解这个 这样的一个过患 那么你就能够 在知道过患 就要发起决定心 要远离这个过患 远离这个过患 那么远离过患 所以你就 在这个心里面 那么有不如理思维的时候 那么有不如理作意的时候 那么怎么样 调伏他 断除他 超越他 这个叫做离 我们把这个稍微讲完 那么这样 叫做行离如实之 那么是 也一样 是其实就是认识 分别认识 那么你是很重要 为什么 你会受想行 跟你的是有关系 你是透过眼睛 看到这个设法 是透过眼耳鼻子的生意 那么了解 设身相会出话 就形成六四 其实就是一个四而已 但是在眼睛 叫做眼四 佛陀举一个例子 一样的火 一样的作用 在草 叫做草火 在木叫做木火 就是这样 但是其实都是火 性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 你怎么样认识 怎么样分别 这些境界 那么你这种染污 烦恼是到底是怎么生起的 那么你了解 那你因为这个认识 这个分别起烦恼 你知道 因四因缘生喜乐 你喜欢的 不喜欢的 那么就会 就会有所谓的 贪跟撑的现象 所以这个信心明里面讲 大道无难 唯险简则 叫做虚妄分别 你就是起不如理 虚妄的分别 淡漠爱证 动然明白 那么因为你不如理 所以你才会起爱证 那么你现在 如实之上 你不起爱证 而且不起爱证 不是完全不知不觉 而是动然明白的 如实之的 其实也是这样 好 所以你知道这个过患 你能够远离 那么过患 因为它是无常苦变异 所以它一定会有过患 那么之后 你知其过患而能远离 那么在这个远离 知其过患远离的过程 就是调伏断除 乃至最后超越 才是彻底的远离 其实是这样 远离烦恼 那么这个叫做 事如实之 好 我们先把这个讲完 比丘若沙门婆罗门 于色如事之 如事见 如事之如事见 离遇相 是名正相 若正相者 我说比路 受想行事 亦复如事 若沙门婆罗门 于色如时之 如时见 如事就像前面讲的 那么你都如时之 如时见 那么你就能够在 五蕴 这上面 色受想行事 这上面 那么色身相会 触法这上面 深厌离遇 不起诸肉 心得解脱 未患离 愿离遇灭尽 那基本上 也有说 所谓的 依离遇 依远离 依离遇 那么这个 依念 向于舍 也有这样的说法 那么基本上 向这里 深厌离遇 不起诸肉 心得解脱 阿含经有另外一种说法 叫做三依一项 不知道第几经 我们可以看三依一项 依远离或依宴离 依离遇 或无遇 或依怨离 那么依离遇 依灭 那么向于舍 那么跟这里讲的 也差不多 舍就是舍去重担 舍离一切的烦恼 那么 厌离遇灭 那么这里讲的 这里讲的厌离遇 那这里是说的 这里说的是 生厌离遇 不起诸肉 不起诸肉 就是灭了一切烦恼 那么心就得解脱 那么若心得解脱 则为存依 那么存依者则犯恨离 这是在形容阿罗汉的 形容阿罗汉的 那么犯恨离者离他自在 世民苦边 就能够超越一切的苦 受想形式也是这样 好 因为时间到 我们就先暂时说到这里 好 大家合掌回向 愿于此功德 愿于此功德 付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供臣佛道 ко всем 搁 恶 坏 没